佳太書第六章第七至八節 不要自欺 神是興萬不得的 人眾的是什麼 修的也是什麼 信著情欲殺種 必從情欲收敗壞 信著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收永生 主耶穌基督為自己釘上十字架 不是的 他是為世人釘上十字架 所以我正在說這一種在神的眼中 在我們不知情的底下 最重要是記住在不知情 盡量知情的程度是越少越好 為什麼知情的程度是越少越好 原因來自獎賞太瘋狂 獎賞真的一百倍 所以如果你早知道那個瘋狂獎賞 一般人基本上都考驗不到 所以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那段時間 你不單止見不到獎賞 你還好像見到好心舞好暴 還要見到這裡 這樣才厲害 然後你先拿著神所說的英訊 就是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有一個過程當中 雖然你說著信 就算是沒有回報 你也做 那就考驗到你第一信心 第二考驗到你的良心 對吧 因為在過程當中 你的思心會常常出來 你將它推在哪裏 到一個階段 去直接將你的思心 完全從你的生命當中拿走 這就是我所說的 誰著聖靈殺種 必修永生 因為那個祝福實在太大 即是太重要了 所以變成在過程當中 神通常都會盡量給提示 但當很多時候 你見到祝福到的時候 或者甚至是 那八倍祝福已經完全臨到的時候 在過程當中 神已經要給第二個考驗來 他不能夠給之前的考驗來 因為給之前的考驗來 已經不算是考驗了 已經考驗不到你的心 因為你已經完全知道 受到一個幾致詩人 在過程當中 他已經再考驗了 他都完全不會再介意了 所以變成像教教太書所說 原來我們在我們信仰過程 我們人生裏面 我們不要自欺 我們既然信神的話 你就要知道神在聖經裡所寫的是真 就算你見不到那一刻 你只要神的準則去做 因為神已經不止一次要我們去忍耐了 神指一次去提到 其實這些熟靈的祝福 熟靈的考驗 其實是你要藉著忍耐 持久 然後你才能收到的 對嗎 而並且也是神指一次去說 這些祝福是大到你想像不到的 是神級的祝福 對嗎 而事實上就像我一樣 我由十幾歲信主 而事實上我看到最大的祝福 其實已經過了我五十歲 已經 十八歲和五十歲 人有多少次可以由十八歲到五十歲的年紀 有多少次是三十幾年的時間 到現在我已經五十七歲了 所以在過程當中 我的錯失就是錯失了 因為我不能再回到十八歲 再重新作出一個考驗 再作出一個決定 再作出這些 神就是要我們這樣做 在我們人生當中 一些無悔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 一晃眼就可能是二三十年了 在過程當中 神最講究的是 因為你現在正在獲得最大的祝福 最榮耀的祝福 你可能正在獲得經世的 神所給的應許 所以在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穿崩 神真的考驗到你盡為止 然後當祝福到的時候 你已經五十幾歲 你不能回到十幾歲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時候 再做多一次 因為之前做錯了 或者之前不是做得那麼好 神不會給這些機會 因為祝福的應許 實際大過你一生 明白嗎? 是大過你一生 所以神因為這樣有資格 就是要你利用一生 去換取百倍你一生的祝福 所以變成這一生當中 只有一個選擇 每一個你的歲數當中 也只能夠有一個方向 當你願意隨著聖靈殺種的話 你就收到一個永生 所以用一生去換永生是很划算的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你才能夠了解到神 為何設計一生 為何設計一生當中 我們每一個都需要成長呢? 為何我們每一個都有需要呢? 就是原來我們可以有兩條路走 一條路就是我們用情慾的方法 去滿足你的需要 為何用情慾的方法去滿足你的需要呢? 就是個個都在情慾上殺種 然後並且用配合這些情慾殺種的心態 去收割他滿足需要的方法 就是無論用奸淫勞略的方法 或者是用偷騙拐騙的方法 他也是希望有豐收的 他也是希望有成果的 他也是希望能夠爭取自己爭取的東西 這就是隨著情慾殺種 但雖在就是他不知道 他殺了一個種的話 他內心也要跟著這個種的走向 他內心也要為了培植這個豐收 他一路錯到底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他得到他隨著情慾所殺種的豐收 但同樣 他亦讓他的內心世界 變成有這麼黑暗就有這麼黑暗 有這麼無畏就有這麼無畏 所以你要看這些人來說 如果你評論他 這些連平信奴也不如 明白嗎? 他簡直是選人利己的方式 已經不是普通的自私 是超級的自私 普通的自私就是我要得到祝福 我能夠滿足我自己的祝福 但超級自私就是選人利己的 明白嗎? 忘恩負義和恩將仇報 去到這個階段 這就是我所說的 神所憎惡 神要我們小心 為什麽? 因為在人生中 我們以為我們要向我們人生的成果去交代 但其實不是你一生 是要向神去交代 但另一邊 你會看到我們隨著聖靈的殺種 聖靈要我們就好像把糧食殺在水面上 分給七個人 分給八個人 我們去祝福他 為了你自己有祝福之外 把你的祝福去分給人 而甚至還要有一個階段 不是你有多餘的祝福 你去祝福人 而是你沒有的 你都要把你有的去給人 這些就是神所給我們 順著聖靈殺種的這些考驗 當我們願意去做的時候 又不是說 你做了明天有祝福 不是的 下年也沒有 十年後也沒有 你以18歲數的時候 28歲也沒有祝福來到 可以 38歲也沒有 都不奇怪 因為這就是4794這個系統 所以讓我們看這個13.13年那麼久 才我們親眼看到我們所殺的種 在今時今日神用印證 用祝福 用神所給的封聖 以及永恆裡面 神所在人類歷史當中的預備 去印證我們 對不對 這些共同述色都是因為我們 在當年雙汝水事件所殺種 所以才有那麼多4794這些的印證 這個就是 先完成一個系統 是一個系統 然後這批種子才是我們親自種出來的 對不對 加太書第六章第七到第八節 不要自欺 神是興萬不得的 人種的是什麼 修的也是什麼 信著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修敗壞 信著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修永生 聖靈修永生 請見聖靈修永生 聖靈修永生 請見聖靈修永生 心与灵响应 神啊我看望尋着你 心虽然你再透到灵 我心愿能信服你 说成你诛敬 神啊我看望尋着你 心中指导你默然听听 头可到达你面前 全心幸福我身心抚刑